可以跟各位見面 不好意思可以放成權益模式嗎 可以 那個其實呢 就是排在夏立老師後面 我其實很有壓力 我剛剛就跟主持人說 我可不可以我的時間都給夏立老師分 因為我好想再繼續停下去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首先就是我要先謝謝 因為Tony的關係 然後還有一日月亮 然後我有機會可以在這裡跟各位分享 那今天呢 就是很開心可以跟各位見面 謝謝出現在交給各位的你們 那其實呢 我都會跟大家分享說 其實我不是個有名片的人 我只是很普通的人 那當初因為我很想要出海遊世界 可是我家庭沒有辦法讓我就是說 可能跟就是夏立老師可以在國外就是念書 或者是停很久的時間 但是我就想辦法就是大學四年了 就是平民存錢 那我就存到二十萬 那我就存到二十萬 畢業之後呢 我就花了禮拜天去看看這個世界 民大洲 那其實就是花了世界回來之後 因為那時候我都太努力 就是存錢了 所以我回來之後 我本來還想要繼續出國去打工度假 可是因為我那時候 有嚴重的自律神經失調 那可是我又很想要把剩下的 所以我兩大洲就是中南美洲跟南極洲 所以我就這幾年我就是想說 上帝幫你關了一上 必定會幫你開一上床 所以就是這環遊世界回來之後 我就做了一些事情 就是包含就是全台的巡迴演講 到目前為止我已經講了超過一百場以上 就是都是有廠商的部費請我去演講 那我還蠻覺得很神奇的 就是我在沒有做任何廣告的情況下 都有廠商願意請 部費請我來演講 順便打一下宣傳好了 高雄市的話 其實是在四五月就是部女大學 有請我去做一系列的旅遊課程 就是比較詳細的內容 就是包含說我知道你有興趣 就是你告訴你如何訂賣世界錢票 那你如何打包行李 這些等比較就是說故事上的教學 那我也會分享就是說 一些旅遊的通報這樣子 那我本身就是也上了幾個 就是有個過金鐘獎的通稿 就沒有時間就 然後還有就是 我有在一線大學做專家協同教學的講師 也有上片像講師跟金鐘看 這就是這幾年我做的一些事情 因為我覺得大家都好厲害喔 今天我還蠻開心可以在這裡運動 就是遇見大家的 那如果大家可能就是一些旅遊的事情啊 只要是我知道都歡迎可以跟我離開 我就本資專業打那個Meta旅行去 那只要是我知道就是都可以跟各位分享 如果你要問那個 因為我知道你常去武器嗎 就一切省錢的方式啊 都可以跟各位分享 好 那 因為最後呢 壓軸 就是來有獎真的啊 在我開始分享之前 大家猜一下就是說我放這個 這個數字是什麼意思 要給我們的獎金 對 是有比物的喔 是有比物的喔 大家猜一下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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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猜一下為什麼我要放就是這個 本資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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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耶 不是 不是 李小董不錯了 欸 老師果然專業有點類似了 有點類似了 大家要不要再猜一下 猜猜猜猜猜猜猜 要再猜一下嗎 我為什麼要放這個 心理 脫那個 重重量嗎 好 就是呢 因為 我設定都太難了 好 但是剛剛只要是回答的呢 都有 都有獎品喔 就是 對啊 今天對 然後這是心想事成的 筆記本 然後蔡莉老師就是 對啊 好 公布答案喔 其實就是 我們人每個人一生當中 大家可以平均獲得上 一個小時處 如果說就是 大家現在開始算喔 365天乘以24小時 你可以算一下就是說 你到目前為止 你人生所花的時間 那我為什麼取 三萬小時 是我們人的一生當中 平均每個人 大家都只能過 二十幾歲 假設啦 因為不是每個人 都是人為對不對 那大家想想看 在這三萬個小時裡面 你問你自己 做哪些事情 你在這幾個 你為自己活著的時候 總共幾小時 大家可以就是 開始乘以下 365天乘以你的 歲數再乘以24小時 你看看 你到目前為止 總共花了多少多小時 而且這個三萬個小時 就像好像扣打一樣 你用完了 你就不可能再回覆了 錢或許我們花了 都可以再游了 可是問題是 時間這種東西 是最珍貴的 也因為就是在那個時候 我有這個想法 所以我決定說 我要用自己的方式 然後去看看這個世界 那所以今天呢 因為時間有關係 我就在想說 今天就是焦點的各位都那麼厲害啊 然後就是也都很棒 那我自己的一些經驗 我可以就是給大家就是有什麼 一些啟發 所以我後來想想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體驗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三個體驗 今天 這幾張投影片 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 環境世界 對我而言的體驗喔 那因為一次又一次的旅行 構成了我的人生 我覺得人生當中最重要的就是體驗 環境世界讓我 就是讓我就是 第一個體驗就是說 讓我回去感謝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真的很想分享 我最喜歡的地方就是 就是非洲 我那時候在非洲的時候呢 那我最印象深刻就是 有隨身主的感性世界 然後一樣有獎真打 大家猜一下這個時候是幾度 40 好還有嗎 還有沒有人要猜嗎 45 45 還有嗎 50 好那個 恭喜這一位動畫 動畫才子48度 是正確解答 大家要給他掌聲鼓勵 好 那我為什麼要取名溫度呢 就是 在 其實在非洲48度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體驗過48度 那跟這樣溫暖的48度是不一樣的 那在非洲的時候其實有很多經驗 但是你可能在平常沒有辦法所體會到的 所以回來之後呢 會讓我很感謝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切 所以我很建議大家就是說 除了就是 去歐美一些國家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建議 老子可以去柬埔寨啊 緬甸啊 這種國家開看 但我最喜歡的是 非常 因為我很喜歡埃及古文明 那我接下來其實我 下半年我就是要前往就是 中南州 因為我很喜歡馬羊五花 還有就是環洋世界的時候呢 影響我最深的就是打包行李的藝術 那其實去年社會局有請我去演講 然後還有就是行政院老闆會也有請我去分享 那我很意外的發現說 很多人都對打包行李非常有興趣 那其實因為這段時間完了 我沒辦法跟大家分享幾個打包 但是我只是想要請大家去思考一下 如果說今天你只能帶一公斤的行李 什麼東西而言對你的意思是最重要的 其實打包行李就很像是在打包人生 而當你一直一直這樣做不斷的整理行李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發現說 原來我人生需要的東西 最重要的東西並不是物質 而最重要的東西是哪些 你會更去了解自己 還有傾聽內心的聲音 有時候如果說 當你真的很想去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就像夏帝老師之前說 Just do it 那時候我真的很謝謝我在2009年的時候 因為我這樣子走完一圈之後 後來回來之後就是 埃及之後發生了茉莉花革命 對然後接下來就是動亂中 然後現在就是其實也沒有辦法再去 所以我很謝謝就是當初有傾聽內心的聲音 最後就是希望就是說 這邊想要分享一下 欸時間到位快到了 不好意思就是 CRER是相信 而CRER是形成 我為什麼要跟大家分享這個字 你必須要先相信自己 你才可以去形成你的夢想 重點是你相信自己 所以就是祝福就是2014年的各位 所以就是祝福就是2014年的各位 就是有新的感覺 就像那個主持人講的 就是說我們本來是平行線啊 然後今天可能在焦點的時候 我們就是有共同的地方 我們就是有共同的地方 好這邊再有講真答一下 就是CRER跟CRER 大家猜一下它就是說 是哪一國的語言 有點遠 提示歐洲大家猜一下 提示歐洲大家猜一下 快篇 再猜 誰說西班牙 誰說西班牙 啊恭喜 恭喜各位海洋 海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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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對不對得到那個 欸等一下喔 不好意思 剛才回答的有禮物嗎 剛才回答 欸 有就是最後 喔對 就是最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喔 就是今天在座的各位啊 都有準備開運指 都會給大家 就是希望大家就是祝福大家就是 2014年有 就是有新的百年 然後全新的牌生祝福大家 好 大家下廚頭 謝謝 好 我們就再把獎金牌 好 我們謝謝CRENA 對 什麼品視都給她吧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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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